講到工場管理副導法 在幾年三過二十公共死刑 到現在已經要換一年了 環保團隊今天在行政院外面 調去記者會 任委政府根本部 要把全民六罐 順暴順帖做到 顧載違法的工場在一起 如果造成五點也有安全的紀錄 日空一九年十月 台中台下 一間違法替主工場發行火災 造成兩名消防禁員過世企 這種違法替主工場不但造成安全問題 違法棄在農地上面 也有這麼多疑慮 三過十六 環保團隊在行政院門口開記者會 因此出工場管理副導法 是從念念要一年晚 但是當初政府說要全民六罐 隨報隨帖的信錄 一行起來也算不說改一件 那經濟部自己的資料 自己的資料 甚至說一公府法 拆除的只有四間 一年只拆除四間 這個效率是何等的低落 他們訂定了可以讓各縣市政府去訂自己的檢舉獎勵辦法 讓全國的民眾都可以一起來監督農地上的違規利用 但現在一年過去了沒有一個縣市政府 頒訂自己的檢舉獎勵辦法 環保團隊認為政府對農地為法工場的定義真有問題 他們知道農地上的建築只要不是農業的使用就應該拆除 如果沒有就有這麼疑惑 消防員工做活力 出境費也支出 這種提出工場對消防人員來說是最危險的 這個金屬公司也不是工廠 你看旁邊有貨車 其實在旁邊這個裝廢水的耶 都有毒的耶 金屬製造廠怎麼不是工廠 第一線面對救災的消防員員來講 工廠絕對是最危險的 更何況是這種隨時蓋 隨時大概一個月就可以長出來的鐵皮工廠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表示 判定是不是工場 是要看建築裡面有加工行為定定 有很多判斷定數 地方政府也會主動去檢查水電量不正常的剔除 是一直都有在處理這些問題 管團要求處理農地有幾個建築 不可以只割一個部會 也是地方政府 他們點名行政儀應該要出面 結合下部會的力量來解決這個問題 行政儀會員會加速違規調查和處理的時間 也會加工協助地方政府一行相關入務 記者貴北軍中水 台北報道